那接下来我们来读取一下这个数据吧 那在读这个摄像头数据之前呢 可能要对摄像头做一个初始化 那么初始化我们在第二大节课已经讲到了 如何去初始化 那接下来就一个读数据的部分 那读数据首要的就是这个缓冲的芯片 那对这个芯片呢 我们会有一本手册 对着这个手册我们会看到如何去读数据 如何去写数据 我从手册里边截取了一个实习图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写数据的过程 这个写数据首先你要明白 我是从哪往哪写呢 那我所谓这个写呢 是从7670啊 7670写到你的缓冲区 也是写到你的FIFO里边啊 这个叫写入数据 那我们看这个数据是 这个FIFO如何给它写数据啊 这有个实习图 大家看这个实习图 首先是有一个clock 然后是有一个WRST 这是个复位吧 RST是复位的意思 然后有个WE 下面就是个数据传输过程 那这个实习其实非常的好看 我们刚才在那个 应件配置那已经看到了 在这个WCK呢 它是连到了7670的一个clock 是吧 所以这个clock我们要不要考虑了 不要考虑了是吧 它已经被连到其他地方了 不由你手动配置 所以这不用考虑了 那再往下考虑就是WE 大家看这可能低电瓶有效是吧 这很明显低电瓶有效 然后RST呢 是高电瓶有效是吧 所以这个实习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想写一个数据呢 只要把RST拉高 把WE拉低 那么数据自然就可以写进去 那这里边有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缓冲区呢 它的地方肯定是够大的 我忘了是300多K啊 好像是 肯定是足够保充我们这么多个像素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写的时候啊 它的指增会自动加的 它会自增的 还有一个就是复位 那么一旦复位了 就地址归零了 这不是有个复位信号 我们看到这个信号复位以后 重新拉高以后 大家看到归零了是吧 所以复位呢 会导致地址归零 因此我们要注意的是 当我们第一次去写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要复位一下呢 我们要从另一开始写的 复位完了以后呢 我要把它拉高是吧 然后把W拉低 那么这个样子呢 我们的数据就可以写进去 这是一个写数据的过程 那再往下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图 读 那么什么叫读数据呢 读从哪读到哪了 那对于这个货呢 读数据我们是从FIFO 读到了我们的相当于是烟金屏 对吧 我们读出来要打在烟金屏上面 所以从FIFO读到这 那在读的时候 这个clock肯定是要考虑的 因为这个clock是由我们手动来读的 是吧 那怎么做一个clock 我希望大家都会 把一个IO先拉高再拉低 再拉高再拉低 这样就产生一个clock 然后再看这个OE OE是第一电瓶有效 所以读的时候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把这个电瓶拉低了 然后产生一个clock 就可以把数据读出来 当然读的时候呢 其实还有一个指证的复位啊 上面有个写指证复位 读的时候有一个读指证复位 那读指证复位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既然从零开始写的 是不是读也从零开始读对吧 那这个数据呢 是从零对吧 开始写 写到最后 那么读的时候 也是从零开始读 只有这样呢 才是一副完整的图片 所以在读的时候也有一个读指证的复位过程 当然读数据的时候 你的读指证呢 它会自动增加的 那所以对这个缓冲芯片呢 其实用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 简单的不得了 那有了这两幅实习图 我们再看如何完成一帧数据的传输 还是老话 那么在OV7670 完成一副图片采集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这么一个信号 这个叫垂直信号 当然还有一个水平信号 那个对我们来说没有用 我们需要试一副完整的图片 那一旦它输出了这么一个信号以后呢 数据就会按照实际图的描述 那样一行一行的输出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 76779的实际图 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实际图跑哪去了 OK实际在这 我们看它输出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clock 而这个clock正好连到了我们的缓冲区clock 所以缓冲区的clock 你有没有必要考虑的吧 然后在它输出的时候 我们只要看下面这个垂直 那么一旦产生了这个下降员以后呢 数据就跟着去出来了 是吧 一行一行的出来了 这是它的一个工作过程 那所以我们在给FIFO写数据的时候 应该是等待这个信号来了以后 FIFO才能写数据 是吧 因为如果这个信号不来 是没有数据的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这一块 当我们检测到这个信号以后呢 就会 可以使用这个写的方法 让它可以开始写 那么数据就可以传进去了 当然这个信号我们用什么来检测呢 不可能死循环 它是一个中断的 我们刚才看到在实际图里边 它是有这么一个下降员的 是吧 是一个中断 所以我们整个在数据的采集过程中呢 是在中断里边 把所有的数据都采集到FIFO里边 采集完了以后 还有读的过程 那数据如何读 当一帧数据完全写入之后 你就可以读了 那你不能从中间开始读 那如果你从中间开始读 那是半个图片 那有一个笑话是吧 说有人在看一个黄色图片 然后他妈进来 他说网数慢 没有刷出来衣服的 那如果你从这个半路开始读数据的话 你有可能你就读不出衣服了 是吧 只能读出 是吧 你懂的 那所以在读一张数据的时候 我们要 保证上面的写数据就完成了一次了 到他完成了一次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读 那这边有个概念叫针 我希望大家知道针是什么意思吧 是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数据串 是吧 一行一行都传完了以后 这整体加起来就是一帧是吧 所以一帧呢 就一个图片 而且告诉你读的时候 我们还要注意一个像素有两个字节是吧 所以读的时候你要注意啊 要读多少次 比如320乘240 那你要读多少次呢 再乘以2是吧 你完全因为是占有两个字节 对于一个320乘224的像素来说 有240行 每行320是个像素 那么至于读多少个还得乘以2是吧 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 在写实的时候 我们要切换LCD的扫描方式啊 那他一行是320 那么读的时候 我们肯定也是一行一行读出来的 因为他写的时候 这一行一行给你写进去是吧 所以你第一次读 读了一行 你发现这一行有320个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LCD扫描方式要切换啊 要切换是横平的 那这个方式其实就横平啊 也就是这个LCD摆成这个样子的是吧 那数据是从这个样子 哎 一溜是吧 然后再往下又一溜 是这个样子的 那如果你不切换扫描方式 你从现在这个方式扫描的话 那你这个图片只有半个是吧 因为这一行有320个 那这一个就丢了是吧 这一段丢了 所以这个扫描方式一定要切换是吧 这个跟你的分别率有关系啊 跟分别率有关系 一定要记住 当然显示完成之后呢 要恢复你的什么样方式 可能我们绝大部分喜欢 喜欢树的使用对吧 R4D树的使用比较好看 像一个手机一样 但是没有办法 在图片显示的时候 针对目前我的分别率来说呢 必须切换是横平模式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OK 那么我们有了理论基础以后 我们看看如何去采集数据 当然首先是一个写的过程吧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代码 这你告诉你 这还是需要一个中断信号 是吧 那么这个信号连到哪了 再回到我们这个硬件 这块 有一个垂直信号是吧 丢了 P3 所以他肯定在外部中断3这块 这个时候我们看代码之后 我直接跳到外部中断3 我们看外部中断3里边 这是不是有一个写的过程 写的时候呢 我们的clock已经连到了7670 跟7670同步的 所以clock不要不用考虑了 那么要考虑就是WEN 是吧 使能信号 还有复位信号 当然写的时候 首先要使能 使能是拉低 然后需要复位一下 那为什么要复位一下呢 因为我们每次读数据 都要从零开始做 是吧 所以每 在这个写的过程中 复位一下 而且最后复位信号是高 这个完全依赖我们的 时序图是吧 在看写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等于低 他等于高是吧 复位是由于地址要归零 那你这么做以后 他就自己写入了是吧 一串一串自己就写入 后面就不用管了是吧 那需要注意的时候 我这个代码和网上的代码 不一样 那么在网上 他的代码呢 把这个写 弄错了 在网上 他一是允许 然后零是禁止 这个完全跟我反 那我等于零的时候 才是允许 那这个完全是因为 我读了手册 在手册里边就是零 才是使能 但是对于目前 我们这一段代码来说 假如你写反了 也无所谓 因为这段代码 他的逻辑恰好是这个样子的 那至于为什么 这里边还除了一个写 还有一个禁止呢 然后还有这么多逻辑呢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他介绍了一个别料 但这个别料 初始化是零啊 就不往上翻了 他的初始化是零 什么时候开始写呢 什么时候开始写 等于零的时候 不写 也就是第一帧数据 我不写啊 一开始 它是等于零的是吧 那么什么时候 会来到这个中断呢 是因为有一个图片 已经完成了 然后才给你传入缓程区 那么第一幅图片 你看到我会丢弃 是吧 等于零的时候 我不让你写 这个是因为 第一幅图片 可能会有问题啊 不太完整 所以我把第一幅图片 给丢弃了 然后当它再来一个中断的时候 再来一个中断的时候 因为之前加加了 所以跳到了这个else 在这个时候 我允许你写入 然后它又加加 我们看到 假如写入完以后 这个货已经等于几了 头一次一进来是零 是吧 零的时候是跳到这 不写丢了 是吧 然后呢 加加 所以第二次进来的时候 这货等于一 是吧 等于一的时候才是写 写完以后呢 它又加加 所以当你写完以后 这货等于二了 对吧 等于二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读数据呢 是不是它等于二的时候 才可以读是吧 那只有经历了这一步 你才能读数据 而经历完这一步以后呢 这一步肯定要走的是吧 所以这时候它等于二了 所以我们读数据的过程呢 是当它等于二的时候 我们去读数据 当然这个读 我们现在不看 我们再看看这个逻辑 读完数据以后呢 那里边其实会把它归零的 那为什么每次呢 都是这么做的呢 总是有一帧数据 被忽略掉了 是吧 这个总是被忽略了 丢了 然后呢 又读了 这个总是被写进去了 那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它的工作速度的问题啊 那我不可能每次来的中段 我都去写数据 那比如说第一次来中段以后啊 哎呀 你在写 你在写是需要时间 你是需要时间才能写进去的 所以可能第二次再来一个时候呢 我还没写完是吧 我再再写 然后第三次来的时候 我写完了 我再写是吧 所以我是两个中段 才写一次数据 那么中间有一个被丢弃的 是为写数据 留一定的时间是吧 预留一定的时间 这是写的过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读的过程啊 看看是怎么读的 那么从这个代码里边 我们看到第一次呢 是丢了 第二次又读了 写了是吧 写完以后呢 最后等于2了 所以读数据呢 一定要等于它是2的时候 才能读 那这一段呢 我写在了主代码 有这么一个读数据的过程啊 在这儿 有一个函数 camerefresh 刷新我的屏幕的意思 但是读数据的时候 什么使能信号呢 肯定是要做的啊 你看我是不是等于这个 或等于2的时候才读 那它等于0的时候 你能不能读呢 不能 等于1的时候 能不能读呢 也不能 等于2的时候 我才读 因为这样是可以确保你 读出一个完整的数据 那读的时候 首先我会把指正复位啊 大家看到读指正复位了 因为我从里开始写的 所以读的时候 也要从里开始读 只有这样呢 才是能匹配出一个完整的图片 复位以后我们开始读啊 读多少次呢 我们现在像素呢 是240乘320的 所以我们要读 这么多个像素 这个时候可能有说呢 一个像素两个字节 你是不是要乘以2呢 不要着急 那么乘以2 其实在里边做了啊 我们看在里边 其实读了两次啊 每次读的时候 我们知道 读是依赖一个clock的 当然使能信号的 和复位信号 已经被我们前面做了 是吧 那读是依赖一个clock 在这个clock里边 我去读出一个信号 你看 0 1 在0变成1的中间呢 我会把信号读出来 那么我们看读时序图 是不是这样读的 我们看到这个数据 是不是这样读的 它从0变成1的过程中 读出了一个数据 是吧 所以这个读数据 也是其实比较简单的 容易理解 那在这里边 我会读两次啊 我们知道一个项数 是两个字节 一个高字节 一个低字节 那读完第一个以后呢 把它移动了八位 是吧 然后再读 这样才呢 读出一个完整的数据 然后读出数据呢 我们把它打在NLCD上面 所以总共读的次数呢 是踏乘一踏 再乘一二是吧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看了网上的代码 那可能这块 跟我不一样啊 我这加了一个delay 延时 那这个延时 不是15毫秒 也不是15毫秒 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 因为这个clock 需要一定时间啊 如果缺乏这个延时 可能你的数据读不出来啊 也就是说你的屏幕 可能永远是那个样子 读不出数据了 那我再加了个延时 那如果大家在读数据的过程 读不出来的话 可能就是延时不够啊 稍微加一小段延时 那么这是一个读数据的过程 顺便把它打在NLCD 那在之前呢 我们对NLCD也做了一个处理 是吧 横平的 因为这个是320个 横平的 读完以后 我会把这个数据 再改成 竖屏扫描的方式 同时呢 读完以后 我会把这个stater 等于0是吧 回到0以后呢 又回到我们的 外部中段那块 等于0的时候 这个是不允许的 等于1的时候 然后写数据 写完数据 它变成了2 又回到了这儿是吧 变成2就会回到这儿 我可以读你的数据 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数据的一个采集过程 那么这个数据采集过程 在中段里边是写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函数里边是读 而且读的时候 我会把它打在来LCD上面 所以只要你去掉这个函数啊 只要你掉到这个函数 屏幕上就可以打出一个图片了 那么我们不妨来测一下 我们掉一下这个函数 那回到我的组函数呢 我会硬件初始化 自然不愈说呢 你用什么就初始化什么 然后看 当然还有OV7670 也需要初始化 OK 然后我们来测一下 那我用这个方法来写 这个方法 相信大家都认识了 我这变成1 那这个时候我会在屏幕上刷新数据 是吧 至于什么中段呢 肯定都已经开启了 然后我们来验证一下 待会给大家打开摄像头 大家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 会不会刷新 稍等片刻 几秒钟的功夫 OK 那么现在我已经打开了 我的摄像头 大家来看一下我的数据 什么被读出来了 那我的手再移动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摄像头 这块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吧 然后给大家看看 我再有个屏幕 哦 看不到是因为摄像头死即了 哦 这个摄像头用USB连的 然后稍微有点不太好用了 重新给大家打开一下 OK 又看到了我的手在动 是吧 给你拿个瓶盖 然后大家在用看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些其他问题啊 比如说这有些彩条 有些特殊的颜色 这也是因为布线的问题啊 在这个或使用的过程中 我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边 馅儿非常的多啊 大家看我这里边有一排一排的馅儿 是吧 那这些馅儿呢 是杜邦馅儿 但杜邦馅儿大家知道是有问题的 是吧 呃 那这个数据我们现在呢 已经采集出来了 是吧 主要在采集的过程中 我们是使用这个 L4R缓冲芯片 它也叫FIFO芯片 然后到它写数据的时候 因为它的clock已经被连到了7670 所以写数据比较简单 只要把RST还有WE做好就OK了 记住写的时候要复位一下指针 从那开始写 读的时候需要自己做一个clock 然后呢 使能了它 最后把读指针 也需要体现做一个复位 是吧 这样就读出了数据 然后写数据的过程呢 是依赖于一个中断 是吧 来了一个中断以后 才能完整的写一个数据 这是因为这个7670 是一行一行输出的 是吧 最后一行输出完以后 会产生一个中断 提示你数据OK了 在这个中断里面 可以写一个数据 而且写数据的时候 我借助了一个外幕变量 是吧 第一帧数据 我会把它丢弃 然后第二帧再写 第三帧又丢弃了 第四帧再写 第一帧数据 可能是有问题 把它丢弃了 而且呢 中间隔一下写一下 是因为为写数据 保留一定的时间 是吧 那有的人会直接在中断里边 不停的写数据 把上面这部去掉了 有的人不停的写数据 那这个时候 可能你写的数据 有些问题 因为我们的单片机 多少速度了 168兆是吧 168兆 而这个货呢 O17670那是多少数据了 24兆的 对吧 这么这么大一个速度 那所以为了让这个速度 做一个匹配 还有5.7兆 速度可能会更低一点 为了让速度匹配 那所以呢 我在这会丢失一些数据 然后读数据的过程呢 是在组合数据写了一个 CAMER REFERENCE 来把它读出来 读的时候需要注意 除了读出像素乘以二个字节 然后呢 我们还要把屏幕的扫描方式 根据你的分辨率 实际的切换一下 然后这个读数据的过程中呢 是这么读的啊 因为一个像素是两个字节 所以我要把两个字节拼一下 拼出来以后 它是一个完整的像素 读的过程中 这个CLUG 我需要加一个延时 那有的代码可能没有延时 也许会有些问题啊 没有延时 你可以加一点延时啊 这个延时是小于微秒 是几十个纳秒级别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数据采集的过程